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一讲《亲友书》 《亲友书》里面 现在讲禅定后面的有些教言 教具具足对之 不善之 广大善法 在这里也就是说 前面已经讲了 哪些善法功德大 哪些罪业故患大 主要在两个方面通过五种方法来做了分析 那么下面有比喻来说明 我们世间的一些小小的罪业不能摧毁大的善根 同样反过来说有些小的善法也不能摧毁大的罪恶 就是从两方面可以理解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这个数量烟转 烧水微 非能改变恒河水 如是当之微小罪 无法摧毁大善根 也就是说他这里用一个比喻 比如说非常少的一些盐吧 或者饮粮 一斤 或者几斤 这么少少的盐 如果它倒在一个少量的水里面 比如说一碗水或者一桶水 或者几斤水里面倒的话 我们知道马上都变成咸味了 马上有感觉 因为水比较少 这个盐马上可以改变它的原来味道 如果这少少的盐倒在非常大的河流 像印度四大河流之一的恒河 恒河确实是到了印度以后感觉到它特别大 因为印度的整个地方干旱比较严重 所以其他许许多多的河全部都变成砂糖 没有真正 而且有些河流在沙漠当中只是变成一条小溪 但是恒河完全是不相同的 它特别大 所以这样的大河当中 如果我们加了一点几斤盐 或者几点盐 那对它的味道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这个比喻可以说明 我们在世间当中造了一些小小的罪业 比如说口里面说一些网语 或者现谈的旗语等等 不管是自行罪里面也好 或者佛制罪当中 出家人的恶作 或者一些堕罪 那么这些虽然从它的本体上看 确实它是一种罪业 但是它并不能摧毁 我们相续当中有非常大的一些善根 比如说以前面发菩提心摄持 中间有无缘的智慧来摄持 最后由利益一切众生的回向来摄持 以善俗成来摄持的这些善根等等 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 根本不会摧毁的 就不会摧毁的所以我们世间当中也应该了解 虽然有些小的罪业也不会摧毁大善根 平时我也在想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 经常心里面产生了一些恶心或者嗔恨心 贪心 嫉妒心 就是偶尔会出现的但是它不会待的时间是特别长的 因为我们毕竟学过这方面的经论也修炼过一段时间 这样之后这种恶心马上认识到 认识之后尽量地想办法对治 所以它在相续当中待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 而其他的有些善法我们平时也不管是 修得好也好 修得不好也好还是从早到晚 自己从年轻到老年之间一直把自己心的方向 已经定准为行持善法方面 所以有时候看来好像我们行持善法的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听课的话听一节课起码要一个小时 然后吵架的话我不需要可能每天都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给别人吵架所以有时候看来还是有一点希望 尤其是我们发了大乘的菩提心 如果真正相续当中生起了这样的菩提心 那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一般的一些小小的罪业也不能摧毁它 比如说《涅槃经》里面说过 何人一刹那观修菩提心 彼此诸佛德佛陀不能量 就是他的这种福德连佛陀也是以智慧来不可衡量的 非常大的因此菩提心这样所舍的这些善根 可以说他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也可以摧毁一切大的罪业 不要说轻微的一些罪业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杀生或者一些造的无无间罪 诸如此类的这些罪业也会毁掉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菩提心如磨叽火 刹那轮回诸重罪 说的是重罪很重的罪业在一刹那间当中也可以摧毁 所以我想有些罪业也可以说不能摧毁 非常广大的空性智慧所舍持或者真正利益众生的 大悲菩提心所舍持那这些绝对不会的 皮肤喊大受 可笑不自量 以前唐代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词 一般皮肤指的是小小的蚂蚁 它不可能喊动参天大受 这是自不良念非常可笑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我们世间当中非常微小的罪业 真正要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 比如说以出离心所舍持的 或者我们牵涉到利益众生的一些大善根 或者愿佛陀的 愿三宝广大无边的这些善根 不容易摧毁因此在座的有些修行人 经常也不要特别担忧 我好像死了以后唯一的途径只有恶趣 因为我的相续当中天天产生恶心 其实凡夫人有时候可能产生恶心 但是有时候也产生善心善心有时候也生得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自己有一种信心 没有信心的话很多善法也不能增上的 所以按照戒律里面我们临死的时候 就自己心里面想我的罪业全部清净了 而我的善法不断地在增长 在这样一瞬间善的念头当中 如果你断气的话会断除一切的罪业而往生到清净刹土 所以这些窍诀也比较重要 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样的功德 讲一个颂词说 有其断除等词之障碍 就是断除等词或者禅灵的障碍有五种法 调具后悔于害心浑水贪欲寄怀疑 当知此等五种障 乃夺善财之道费 我们修行禅灵的过程当中有五种障碍 有些经论里面叫五改 就是因为覆盖自行和覆盖善法 所以说叫五改 这五改其实对我们的善法 禅定 智慧 以及包括三藏随处有很大的障碍 怎么有障碍呢 它这里面讲首先是调具 所谓的调具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心思散乱的外面色深相偎 五经 六经方面一直散乱 不能收回来 看见美的色法的时候又耽着它 听到动听声音的时候又去耽着它 等等诸如此类的心一直散失到外境上面 这叫做调具 而后悔的话 自己在人生经历当中 一段的经历始终耽着它 而且以前所做的有些事情自己心里面不能想得开 一直心里面忐忑不安 耽着它 执着它 其实这两者也就是说对外面的散乱方面 完全是 本体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安立为一个障碍 调具后悔 就是调毁 所以它安立为一个障碍 这个障碍其实我们禅定的时候有很大的障碍 为什么呢 有些人坐禅正在坐禅的时候 听到旁边有个声音就马上心转注到那里 或者看见一个东西 或者隔壁炒菜的时候就马上想 哦 好香哦 开始心里产生这样的念头 或者你在真正该安住的时候不安住 以前的一些 啊 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某某人对我如何如何恨他 一边坐禅 然后一边开始对别人产生各种恶念 也有这种情况 这是一种障碍 然后第二种障碍就是说 所谓的害性 值得撑毁 撑毁对不悦意的对境产生极其不平的分恨之心 也就是说生起撑心你正在坐禅的时候 哦 想起了别人对我这种不公平 好像我的钱偷偷了 或者是对我说过什么什么话 然后对他更更愉快 这是第二种障碍 确实禅定当中也经常会出现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浑水 浑水如果我们分开的话 浑尘和水面 浑尘的话 自己的心思 就是心思一直不能入灵的 如意禅定当中 而里面就开始沉重的 泪熟的 就觉得浑浑于水 好像有种不知不觉的 是打瞌睡那样的 也不是真正的瞌睡这种 然后水面大家都知道 你的露根 露根全部不能在外面 今天考试里面说是 露根关闭 是吗 所以在水面的时候 所有的根是内受 其实这两者就是心思内受 有一种沉重 浑尘的感觉 然后入禅定的时候 都不能入的 不能修的 我们有时候刚刚吃完饭以后坐禅了 结果打瞌睡或者浑尘 马上把头都开始往前 一直打瞌睡 这也是一种障碍 这是第三种障碍 然后第四种障碍 还有贪欲 贪欲对人也好 对财物也好 因为我们愚界众生 一般贪心和嗔心是比较严重的 让你正在入座的时候 对你某某欲异的对境 心里面自然而然现前 然后对他的形象 对他的功德 进行颠制 进行耽著 这就是贪欲 也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大障碍 第五个就是怀疑 我这样修起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过啊 我现在修得是不是修错了 或者上师和佛陀给我讲的这些道理 到底是对自己有没有真正解脱的利益等等 诸如此类的一些疑惑 善心而已会出现的 其实这五种 我们有关经论当中都说是无改 或者是无大障碍 怎么障碍呢 因为有了这几个障碍的时候 其实我们相续当中 辛辛苦苦地积累的一些 上面所讲的身在其差 包括信心 忏愧 功德方面的这些善财 他们都有些是当面抢着的 有些是背后偷着的 所以世间的盗费和强盗没有什么差别的 世间的有些强盗 他明明看见你的财物的时候 他平民地从你的手里面堕住的 或者有些小偷悄悄地你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将把你的财产偷走了 同样的道理 上面这五种 其实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感觉得到 如果你产生嗔恨心 产生贪心的话 有些可能自己也发现得到哦 今天我产生了嗔恨心 确实我的善根被他嗔恨心已经堕走了 有些可能悄悄地自己也不知道 慢慢慢慢自己的修行退市 原来你还是有各方面的信心 财富 各方面 但是慢慢慢慢自己全部已经倒退了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可怕的一种强盗 很多修行人害怕自己家里面会不会入一些贼 每次都是把门关得紧紧的 家里面睡觉的时候都是也动听 戏听 是不是猫在叫 是不是有人小偷 一直这样听的 其实如果真正是贼进到你的屋子里面 其实也不是很可怕的 因为最多是你的存款 或者最多是你家里面的这些东西 它拿着了 它根本不可能是你生生死死的 有用的这些财富全部拿着的 它最多把你家里面的东西 就像以前米拉日巴尊者 他在白亚山洞里面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小偷 晚上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然后他再偷偷摸摸 后来米拉日巴在山洞里面哈哈大笑 他说我白天的时候摸索也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 怎么白亚山洞的时候 这么青黑一片的山洞里面 你还能找到东西啊 真正的修行人就像他一样 就是家里面即使门开着 以前噶灯派的很多修行人 门长期都是开着的 我看汉地的很多毛棚也是这样的 一般不担心 因为里面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抢的 所以小徒来了也是无所谓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修行人 现在有些城市里面的人不行的 一个铁门 一层铁门 两层铁门 然后再还要多少多少的 非常担心家里面的东西被拿跑了 就这样以后心里不平稳 其实我们修行人来讲 最可怕的小徒们 上面所讲的吊具 后悔 贪欲 他们公开或不公开的时候 将我们积累三宝的财产 也就是说我们圣者 七财当中的这些非常贵重的物品 他们会盗着或者抢着的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经常也是 应该用正知正念的铁门也好 防护来 什么样的防护的方法和措施应该要实施 否则的确也是很多修行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不错的 自己确实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 后来因为不知不觉的这些盗贼 已经入了你的宝库里面 后来自己也是确实 空空一片一无所有 也有这样的下场 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 这是第二个颂词下面我们讲智慧 六读里面讲智慧 这个智慧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说是略缩心等 无根之道本体 还有第二个就讲 广缩正念等智慧 首先第一则也分为两个方面的 宣说应取之心等和以对之所断之方式遣除较劲 首先说应该我们要修持智慧的时候 首先要因为智慧 有世间的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 而出世间的智慧在我们相续当中 一定要产生一些道的功德 大家都知道道的功德 一般世间人是没有的 出世间的这些圣者和出世间者 相续当中具入的 所以我们这个道一般都是智慧道 加行道 建道 修道 这样来分的 然后智慧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是 自己想入于智慧道 要积累智慧 这个《现观众论》当中也是以后会广讲的 我们这里不广说 现在我们在这里修持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是加行道的修行 就是作者劝我们要生起智慧 生起智慧的话 要接近出世间的道就是加行道 这个加行道的有些功德 一定要在我们相续当中 会具足的 当然我们资粮道 凡夫为的时候 其实这些功德也是以相似的方式来 自己会拥有的 这里面是这样说的 信心精进以正念 等此智慧胜法为 当请于此成利根 乃为定位之本体 在这里就是说非常需要的有五种功德 也可以说是无根或者无力 那么这无根作为每一个修行人 圣者最后一定要得到的 我们刚才说 我们的财富不能被盗者偷掉 那么什么财富呢 就像这些财富也是一种 善法方面最好的一个工具 或者手段 信心和精进 我们这里讲的第一个是信心 也就是说 希求解脱 希求真谛的可求心 叫做信心 其实信心就是一切道的根本 《华严经》里面也说了 行为导演 功德之母增长一切 诸善法 信心一切功德的根本 一切功德的来源 依靠它可以增长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虽然有智慧 虽然很精进 但是你不会入门的 因此为什么讲人生难得的时候也是 信心在无缘门当中是最根本的一个 很多人也 的确我经常这样想 现在的一些科学家也好 有些知识分子 从他的智慧上面来讲 完全可以懂得一些佛教的基本道理 可是他没有信心的缘分 所以这个信心对每个人来讲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有信这一条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信仰完全是依靠一些学术 或者依靠一些理解 再这样自相续的智慧不一定会真正如意道德 所以佛法大海行为能入 智慧能度 以前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佛法大海如果你没有信心不可能入于佛法 就像我们没有船只你要越过大海绝对不可能的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信心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了信心你不仅仅 光是有一点信心也不行的 一定要对善法有强烈的欢喜心 意乐心 从自己的胜口意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些勤奋 就是精心 精心的行为还是非常的重要 以身至极为情 所以我们平时一生当中很多的行为 很多的成功 其实精进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没有精进的话 那不要说是出世间这些佛法的入海功德 世间一般的一些小小的事情 你不说别的 你要买面包或者你买粮粉 一个小小的做一个生意也是没有精进的话是不行的 你天天都是偷懒 天天都是水懒交也不能成功的 所以精进是第二个功德 然后对善法方面 始终都是不能往事这样的一种正念 你今天心意识 从此之后再也不管了 肯定不行的 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必须要修持这个法 始终都是有念念不忘的一种正念来守护着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等词 等词的话 对意愿的专注 你所愿对境 你不管是修菩提心也好 修释迦牟尼佛的观想也好 你的心不被外境所扰乱 而一心专注意愿 然后第五个就是所谓的智慧 智慧的话 你能辨别取舍 善恶 或者说过患 功德 以及正和假的 这些方方面面的取舍 一定要通过智慧来辨别 如果你的智慧不具足的话 恐怕很多修行 最后不能成功的 为什么世间当中呢 很多大成就者能成功修行 很多愚智不能成功 因为大成就者是具有殊胜的智慧来进行取舍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上面所讲到的五种殊胜的法 那么这五种殊胜的法 我们一定要尽情地 并不是把它停留在口头上 或者形象上 因为它真正让我们能获得了 潮离生死轮回的圣道之间因 因此一定要尽情 而这五种法其实在不同的道位都有不同的案例 比如说它在乱为和定位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五根 为什么叫五根呢 它对一切的功德可以运入自用 可以不会退转 因此叫做五种礼 五种礼在认为和胜法位的时候 它的违平过化不会摧毁它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五根 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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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同的道位上的功德来安理的 实际上就是这几个功德 那么这几个在我们世间当中应该说 在被动摇的善根里面它是最顶红的 最上面的 因此叫做定位的本体有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包括我们讲义里面的解释 这几个法可以说是道位的智 加行道的定位智慧 但加行道的定位智慧有些论师认为是不太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加行道的定位智慧还有剩下人位 还有乱位以及胜法位这些都没有讲的 所以应该把它解释为 在我们世间的右路或者动摇的善根当中 我们上面所讲到的信心 精进 念 顶 慧 这五种法其实是最上等的 因此我们平时修行的时候也是 大家应该想一想自己具不具足信心 看自己具不具足精进 精进也具足 看自己具不具足正念 禅定和智慧 如果真正这几样具足 那就有希望超离生死轮回 其实我们这里道友当中有些确实是 也许是前世的福报或者今世的自己通过努力的修法 好像这样样都是非常具足一样 看他信心从表情上也看得出来对善法方面很有信心 然后精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是一直精进地修持 而正念也经常观察自己的身口意 经常想着自己所作的善法 正念也具足 同时自己任何修行的时候 任何入定的时候 包括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心一直专注 念念不忘 一直安住于你所作的善法上面 同时智慧也相当不错的 有些人真的具足无恙 无种功德 如果你这样具足虽然现在不是真正的圣者 但是对圣者的因缘非常切合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圣者肯定得了果位的时候都会具足 一个是没有一点信心的这样圣者有没有呢 不可能的我们也所认识的这些高僧大德 真的在一些人群当中觉得我们所认识的 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德这些功德都会具足的 可是世间人最细而烈的 最低劣的一些 像屠夫 下见者这些功德里面一样都不具足 信心也没有 智慧也没有 禅定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平时大家应该非常清楚自己对圣者的果位接近还是遥远 通过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也可以衡量 一个人在你修道的境界多高 这方面希望一方要平时观察自己 看如果自己有了这些善根也经常不要被 前面所讲到的无中障碍的这些道者会拿跑 应该自己好好地维护 其实有些修行者他还是有防护的能力比较强 方便方法比较多的 虽然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倒不是很多 但是他防护的措施非常严谨 这样以后自己在修道过程当中始终不会退转 其实我们修行路是一个满满的人生长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强盗 小贼 还有一些各种的贪图不外坎坷 有很多很多的违缘和障碍 但有些有坚强的 有方法的这样的智者 所有的这些违缘全部抛弃 最后自己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也就是说光明暗露的镜珠 然后下一个 以对之所断方式遣除较劲 病老四季爱比利 如此业绩无所少 如是凡夫示威者比对之门不较劲 下面有国王让他不要生起傲慢心 在亲友书里面提得比较多一会儿说国王不要傲慢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当官的人自己特别的傲慢 傲气施主 所以龙猛菩萨也许可能看得出来 罗兴国王有时候觉得他自己特别好看 好像在人群当中认为我是最好看的人 有时候认为我的财富是最多的 有时候认为我在这个国家里面我是人种之王 罗兴他对自己的地位权势等等可能傲慢心比较强 就这样以后一直说他你不要骄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世间里面其实人要产生傲慢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要想到生老死病的痛苦 我们首先看看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这个非常清楚的 住在这个世间里面也产生极其各种四大不挑的痛苦 你四大不挑的时候 这种交骨连天的残忍场面 谁也会觉得难受是这样的 然后你光是有一种生和病的痛苦 没有其他的痛苦也是算可以的 可是也并不是每个人你的青春 你的年龄再怎么样非常的美丽 但是最后也是滴不过岁月的流失 最后变成水老在那个时候 以前你年轻的时候再怎么样好看 再怎么样强壮最后也是变成极其丑陋者 同时我们这个世间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 自己特别喜欢的不愿意离开的就开始离开了 而不愿意接受的经常落到自己的头上等等 各种的痛苦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世间当中 许许多多生了死病的痛苦了解的话 那么自己不会骄傲的 我毕竟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再美 再怎么样 也是只不过是与这些人一样的 我都有时候像现在世间上有各种各样的比赛 包括一些所谓的世界学妹很多人 但实际上你如果真正是世界冠军 其实你的身体也是跟一般人的身体没有什么差别 而你待过几十年以后 也是跟我们世间的人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懂得生老死病的场面或者他的心境 你心里面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傲慢 所以你要想到这些所有的生老死病各种各样的痛苦 其实我们前世的时候自己也是在轮回当中 造了转生六道当中的这些因 我们亲自会照过的 因为亲自造了这样的六道之因 我们现在感受 暂时好像觉得自己在方方面面也超过别人 觉得很了不起 其实你真正要了解它的本体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可信的包括我当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 变成非常了不起的太子的时候 他也是在寻游的过程当中 就看见了别人的水了 别人的疾病 别人的死亡等等 这样的痛苦过后对这个生轮回产生了极大的厌厉心 然后寻求解脱之路的出家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也可以了解到应该好好地观察 这样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和实际的完全是相偉的 《仁王经》里面也说了 生老死病 生老死病施予愿违 意思就是说 生老死病其实这样的事情 与我们的向往 以我们的想法完全是相偉的 我们认为在世间当中好像有财富的 有快乐的 许许多多的圆满自己觉得是拥有 其实你一旦经过这样的话那这些 自己认为这是十千十美的 其实全部是一种妄想而已 所以你这样的傲慢可以摧毁的 《卫生论》里面说所谓的慢叫高具卫性 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高高在上的 这种心态或者本性会毁掉的 不会有的 就像《小经主》里面说是无力卫教 所谓的教其实是对别人不愿意恭敬 不愿意对他进行礼貌的 像这样的一种心态也好 行为也好 这个叫做骄傲 就是教满 但是这样的教满如果你一旦真正知道 是这个轮回只不过是这样一种人生的演习而已 其实我只不过暂时在这里表演 过一段时间我现在演的这个戏也会一片苍白 会这样想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也可能这样想 比如说现在国家的一些领导也好 世间当中的一些大富翁他们自己觉得 好像自己人生当中演的角色是最精彩的 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有教职因为我有地位 他自己好像在人群当中觉得高高在上 其实如果你真正懂得生了死病或者广大无垠的世界当中 所有人的生存 灭亡 这些历史也好 这些无常的观念全部你了如智囊的时候 自己也只不过是在这里面一个小小的蚂蚁而已 这个没有什么的 你蚂蚁里面有一个小蚂蚁黑色的它就唱着歌 我就是在你的蚂蚁当中最了不起的 你看看我的财富 我这个蚂蚁洞里面有好多草叶子 有好多小小的虫的尸体 你看我现在再也不错了我也不会求别的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别的蚂蚁 或者我们看见觉得不值得你不要特别地傲慢 就是过一段时间下冰雹的时候 你这个大蚂蚁或者你这个也会变成无常的 所以我们人间很多真正的一些德舍 深水 很多的情况了解的话 自相续当中也不会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我们也经常遇到过一些 有些人长得比较好看觉得是 啊 我在这个世间当中是唯一的天女 然后或者有些人觉得是有一定的钱 财富 就觉得好像在所有的人里面我是第一 就特别了不起 其实真正懂得了一些佛教真理的时候 包括罗兴国王在内的人都不会生起傲慢的 因此在修行里面一定要有摧毁傲慢 没有摧毁傲慢的话我们的智慧也好 禅定也好都用不上的 有时候我也这样想虽然现在有些人智慧和禅定 境界非常不错的 可是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 有些修行人相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因此大家也应该在修行过程当中 即使你前世的福报或者暂时的一些因缘得了一份超人的功德 但自己不应该以此而生起骄傲之心 下面讲光说正念等智慧分两个方面 宣说有极一切善法资念根本是智慧 第二个就是说正式宣说具智慧之道 首先第一个也分为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次说增上身和决定胜知根本是世间正见 若求善趣具欲解脱 立当修行识正见 若持邪见众行善 也具难认知苦苦 这个偈颂非常的重要 可能很多的一些老修行人都知道 法王如意宝经常引用这个教证来 教解大家在行持佛法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具足世间正见 这里颂词上的意思 假设说我们自己不愿意 想获得了圣天福报以及三大解脱的话 那就您当别论了 没有什么说的了 因为你不想获得将来的快乐 暂时和究竟的快乐都不愿意 这样我们就不谈论了 如果你真正想 希求暂时的人天快乐 和究竟的声闻缘解 佛菩萨的果位 就是极灭安乐的 甚深涅槃的话 那一定要具足世间正见 所谓的世间正见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 对善法有善过 乐过 恶法有苦过 也就是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还有善报 死地 缘起等等 这些神法 有着强烈的信心 起码都是要相信这一点 这就是所谓的世间正见 世间正见 也就是说 你在世间当中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存在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 完全都是合理的 正确的 这样一种符合世间名言的一种正见 叫做世间正见 也有一些其他论师说 我们要懂得了一切万法解空的道理 也是世间正见 可能不同的宗派 他们对生意见解的一些认识不同 也有这样解释方法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要讲 所谓的世间正见 起码都是对善法有一种特别正确的见解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具足这一点 即使你行持善法 你如果邪见 也就是说邪见三宝不承认 然后业因果也不承认 六道轮回也不承认 人生难得也不承认 这样的持邪见者 那么即使你表面上天天念咒语 讲经说法 转绕经论以及放生等种种的一些善法 在别人面前好像你搞得特别的隆重 非常了不起 实际上你因为相续当中持有邪见 你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真正成为解脱之道 反而你在地狱 饿鬼 唐僧当中感受难人之痛苦 所以我们以前应该在宝门论诗当中 也引用一些教证 世间大正间随者已拥有 比于千劫中 也不忘恶趣 世间的这些正见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拥有的话 那么他在一千个劫里面 绝对不会前往地狱 饿鬼 旁生 所以我们上日如意宝以前为什么要讲《百业经》 以《百业经》的因果正见 让大家建立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正确见解 如果你念这个都没有 那其他更高的一些禅宗的明星见星 净土宗的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藏传佛教的大圆满 大受影等等 诸如此类 非常高盛的这些见解 对你来讲也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首先打好非常稳固的 这样的基础就非常必要的 因为现在有些人表面上看到好像有一定的智慧 你在不断地闻思修行 可是你相续当中没有因果正见 那你到时候很容易诽谤三宝 据说现在有些人包括以前出过家的 然后后来就还俗了 还俗以后信邪见 深邪见之后连释迦牟尼佛都不承认 而且也写了一些书 诽谤三宝 也有这样特别可怕的人 这些人真的直接或者间接毁灭佛法 对佛法来讲也有一定的损失 因为在文革期间在那个时候 虽然有一些愚者到寺院里面去摧毁佛像 烧金树造了很多因 但是整个佛法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 而有些人他现在造论 通过因为他时时而非的一些智慧 他也基本上学过密宗里面怎么讲的 然后引用这些法语 引用这些俗语来进行诽谤 好像没有智慧的人很容易觉得 哦 他说的是这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密宗的名词 这就是我们净土宗的专用的名词 他说的应该是很对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已经到达了物浊里面的间接浊 间接浊什么叫间接浊呢 因为众生的间接特别地低劣 像空性间 无常间好的这些间接 一般我们人的相续当中很难以理得起来 不可能理肝见义 更不可能非常容易生得起来 而一些不好的断间 邪间以及种种邪道的间接 在我们相续当中非常容易理得起来 这叫做见诸 因为见解特别重 以前像佛陀在世的时候 很多众生都是自然的 也是本身他具足正见的 很容易产生正见的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要具足正见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正见脑骨 离住望见 以前在《华严经》当中正见脑骨远离一切的望见 虚见 虚为的这些见解全部会去掉的 但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真正具有正见的 远离一切颠倒见的这种见解很少的 《圣满经》里面别说了 非颠倒见 非颠倒见 使命正见 不是颠倒见就叫做正见的 但是这样的正见的确我们所接触的 很多人当中也不是特别多的 一会儿生邪见 一会儿生偏见 一会儿生各种恶见 很容易的让我们全力以佛的 用了很多很多的经历 想办法让大家相续当中产生正见 还是很费力的 很困难的 所以我最近看我们这里很多的道友 讲中观的过程当中确实心里面有种欢喜 为什么呢 他们真的好像懂得了 佛多的一些缘起空性的道理 如果你真正懂了这辈子不要说 乃至生生世世都不会退转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见解已经懂得了 复活实际真理的真相完全已经懂得了 你懂得了过后你不会退的 可是很多人你也没有真正进入里面 然后好像不懂的话也稍微懂一点 中观里面讲的是空性 什么业因果 善有善报稍微懂一点 但是自己也是没有真实地懂 麦彭仁波切说的 这是一种小聪明 小聪明的话稍微懂一点 但是你没有真正学进去的 这些人最危险的 最可怕的 因此我们出家人 包括一些居士 希望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智慧 融入到佛陀的教育当中 佛陀的教会 根本不会有任何错的 可是我们的智慧 有时候跟不上他的 中间产生邪见 然后绑这个绑那个 最后连自己世间正见也没有 世间正见的基础没有的话 那你更高的一些境界就没办法的 这就是病上建筑 绝对不可能的 至少谈病而已 非常可笑的 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一定要值得重视 然后下一个颂词就是 决定生之根本就是出世间正见 这里面讲的世间正见 因果正见叫世间正见 其实《亲友书》里面讲的道理确实非常重要 我非常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应该背下来 背完了之后不要轻易忘记 我们昨前天学院的 选举堪布的时候 有一个堪布大概是接近七十岁了 但是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 包括亲友说 很多背诵 他现在也是每天都在背 每天都在念 所以我们那天开法师会议的时候 我都非常地赞叹他的精神 因为现在可能六七十岁的话 我们有些道友虽然以前年轻的时候背过一遍 然后一直扔出去 可是有些人的善根 极其的深厚 他一直不断地传信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里很多人到现在 可能很多人都能背亲友说 但是你背一遍就不行的 这个善法是要长期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的 你吃饭一天断了也是不行的 一定要长期地寻陶在这样的善法海洋当中 否则的话我们凡夫人的吸气都是根深蒂固的 恶法方面稍微有一点我们很多人都有兴趣的 善法方面有一点点就像爬山一样 很费力的 很费劲的 即使你爬起步也是最后喘息 最后觉得很累 有这种感觉 因此一定要把所谓的世间陈间要举入 否则现在名称上学佛归义的人是非常多的 可是真正已经归了义的真正已经懂得佛法的人 并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停留在一个名义项上 名义项上虽然有一个稍稍的功德 但是意义不到的 因为遇到一个外缘 遇到一个稍稍的情况的时候 他就像枪上的鹿尾一样动来动去 最后失怀自他 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 下面就是想 决定生的根本就是 出世间间当之人本无安乐 无常 无恶不清净 唯一念辞职众生 舍边道间击火梗 这里也是讲的出世间间 出世间间主要是讲到四种颠道断除 然后四种正间一定要相续当中生起来 刚才我们讲的世间的正道 其实世间正道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论典里面 就是讲的是 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也是这个基础 四百论里面也不是讲了嘛 就是 领会凡事若不坏坏 因为世若生善取 而正间得涅槃 就这样以后 我们世间的一些 比如说 世间正间如果坏坏的话 它从此之后再也不会行持善法的 如果世间的戒律 戒律犯了 如果它的间接没有坏坏 它还会忏悔的 还会不断地修持善法的 而且讲所谓的戒律本来是 我们前面也讲过 它是一切万物根本的大地一样 一切功德责本 但是戒律毕竟是能产生到善取的一个因 而我们的见解 如果没有坏坏 依靠它可以建立出世间的见解 在这个上面继续修持 能获得涅槃 因此这样的见解 始终都是不能坏坏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要有个出世间见 出世间见 平时我们讲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从人的角度来讲 首先我们要断除四种颠道的见 大家也是应该知道的 人们把身体执著为清净的 感受执著为快乐的 而心执著为常有的 而法执著为我所的 这叫做所谓的四种颠道 《四百论》的第一 前面的视频里面 也进行副析 要分析过这四种颠道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 其实人们所知道的 所认为的这些都是颠倒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通过智慧来观察 最后知道 世间当中所有的感受都是不超虑三大痛苦 苦苦 辛苦 变苦 被三大痛苦所折磨着的这种人生 绝对不可能有真实的快乐 只不过暂时显现上 稍微有一点快乐 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说他跟家里的人吵架 吵架以后他完全懂得佛陀说是万法借口的道理 没有吵架的时候他觉得是很快乐的 后来有些违缘也是变成随缘的 就遇到了很强烈的痛苦 马上就已经开悟了 所以如果真正懂得了 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话 我们也是想吵架 痛苦吵架也是懂得了 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 没有安乐的 还有我们一切法 一切有为法皆为无常的 像春夏秋冬也好 年老年有也好 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没有停留在第二个刹那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第二法是无常的 无常和痛苦这两者也可以说是 我们世间的名言当中两个胜法 我们也知道世间当中不管怎么样执著 实际上就没有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是住在一切的 像大自在等等围住的我 佛教和其他宗派所承认的所谓的 摄氏处得无应的我的这种体型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在世间当中也就像世女的儿子一样 绝对不成立的 四个一切的法也可以说是空性的 就是空性的 或者说身体是不清净的 那么身体我们也知道 不管表面上看得非常美丽 庄严 非常让人吸引的 但实际上你如果抛心 你如果真正去一一地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人的内障只不过是三十六种不清净的五指沟山而已 除此之外没有丝毫的真正清净之分 这样以后通过这四种观察以后 我们相续当中能生起了真正的四念处 而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众生 他们并没有观察 没有忆念这个道理 这些众生可以说是被四种颠倒所迷惑 真正让我们在轮回当中永远不能解脱的 最大的罪魁火速实际上就是这四种颠倒 《大智度论》里面把这四种颠倒也是分析得比较细致的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再继续修持 虽然是时间很短暂 但是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麦彭仁波切也是说过如果一些人在贪执情 一贪执的这样短短的时间当中观修 诸心是无常的 诸法是无恶的 空性的 然后是无常 空性 无恶 这四种正见短暂地去修行 也就是贪执间的话那么佛陀在佛经里面说 这个功德胜过一切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平时贪执间的观无常 贪执间的观一切都是痛苦的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 因此非常希望大家都是应该要修行 如果没有修行我们怎么说 凡夫人一直在无名愚痴的无垠迷雾当中不能逃脱出来 我看今天有些道友在讲考《入中论》的时候 也解释了有一个颂词我觉得很好的 石油后者同处因故郑旧行颠倒险 那个颂词刚才好像最后一位吧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非常深厚的愚痴 就像相当于是非常密布的乌云一样 因为有了这样四种颠倒的乌云 已经覆盖着我们的佛心 而我们所看见的外面的色身香味也好 所有的这些对境全是颠倒险的 就像有颜病者看的马法 有颠病者看的黄色的海螺一样没有真正地看见 本来不清净的身体你看着为清净的身体 本来是无常的东西你看着为它是常有的 我本来在本体上也是没有存在而反而认为是我存在 这样以后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断地漂流 一旦我们真正通达了一些空性的道理 就是毁入破除诸迷暗智者道空即解脱 也是《入中论》里面说我们的智慧就像是眼光一样 它就破除一切愚痴的黑暗 在那个时候你会通达空性 这个通达空性的时候完全都是在轮回的迷茫当中得以解脱 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像现在一样 每天都是以这个痛苦那个伤心那个忧愁 种种的烦恼和折磨交织在你的相续 而不断地感受种种悲伤不会有这样的 在那个时候就像诸佛圣者一样完全解脱 虽然你显现上不一定可能以圣者的想 你的心相就像《密法》里面所讲的那样 还显得是人相 还显得是一般的众人相 可是你的心完全都是已经解脱了 因此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修行这四种正见 也就是说四正念这四正念真正我们要修持的话 功德是非常大的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 其他的有些法如果你实在是不会修的话 我想这四个正见没有什么不会的 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感受都是痛苦的 我确实是不存在的万法都是空性的 这些道理一瞬间一贪之间没有什么不会的 所以你这样的功德不是别人说的 是佛陀说的 美波仁波切说的 一定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些功德我们现在是看不出来 我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 就像我们在孩童时代读书的时候 那个功德我们当时看不到的 老师让我们好好读书有很多功德 但是当时我们根本不发觉最后我们现在成了大人的时候 我知道原来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书确实有很大的利益 如果我当年没有读书我现在两次都不认识 所以我们现在有感受的 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都在读书的时候 让我们修这四种正念不一定是马上能感觉到他的功德 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五蕴 离开烦恼的时候会现前胜过的 这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你会知道诸佛圣者们的教言 始终是不许的 不会欺惑的 真正是当年因为我依靠善知识和正法而尽情地行持善法 所以如今有了这样潮力轮回的胜过 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